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油 中辣 中盐 怎么会有个姜汁口味呢 我也是因为上网查了这道菜的做法来发现 原来它是属于川菜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一种做法 谁说这道菜不辣 你那个姜汁不辣吗 肯定是辣的嘛 对吧 用姜汁和菠菜混合在一块呢 这个是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碰撞 等会我们尝了就知道了 那菠菜呢 洗干净 对 切成趁段 我们把它洗净了之后呢 直接切 切好 这边呢就是你的调料 这个姜已经给它 你可以用这个瓜子给它刮成绒 如果没有的话就用刀切成这个姜末也行 那等一会是要调料汁 这个是要拿来 参炭一下 然后来拌 好 参炭好 它是一个拌的菜 那行 我们这个呢 火呢 先把它打开 先把水烧热 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 有给大家介绍过吗 就是说菠菜里边呢 它含有一定的草酸 对 所以呢 如果直接食用 不好的 一定要穿套完了之后 把这个多余的草酸给去掉 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呢 才会更放心和健康 菠菜呢可以和猪肝做菠菜猪肝汤 对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汤 菠菜也可以呢和豆腐 菠菜豆腐 菠菜豆腐 炖豆腐 对 然后呢菠菜还可以呢 进行凉拌菠菜粉丝 所以其实菠菜的做法呢 也有很多种 对 打橙汁做面也很好 吃菠菜面 菠菜就是一定要和面 然后自己去擀面 对对 菠菜饺子你吃过吗 哎呀吃过可好吃 还有胡萝卜饺子 胡萝卜饺子 反正就是这个蔬菜 它有天然的这种绿色 对 我们可以呢把它利用起来 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面食 这个菠菜饼也好 菠菜面也好 我觉得都行 那好 这边的水呢 水已经开了 对 我会加一些油跟盐巴 会为了让它的颜色更亮 是 而且在汆烫蔬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着 在锅里呢 加一些盐 为什么加盐呢 它能够保持蔬菜的翠绿 对 好的 来 焦由我来负责 帮你把它给烫进来 菠菜熟得特别快 我们大火给它再次煮沸 就可以了 这边呢 我们准备了冰镇的矿泉水 对 我们把它捞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放在冰镇 冰一下 一定是 对 我习惯在家里做这个菠菜的时候呢 我是先把它汆烫完了 就放在自来水底下去冲 冲一下以后呢 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 本来是这个绿色的 然后呢 冲完了之后呢 它会变得更翠绿 更翠绿更漂亮了 好了 现在其实就可以了 菠菜很容易熟 来 放进来 这个时候筷子吧 好 你端着啊 嗯 要沥干水分 尽可能的把它给压一下 哇 我其实挺喜欢吃姜的 就是有姜的那种菜肴 我觉得都很香 对 可能很多人害怕姜的那种 冲的那种味道 对 但是呢 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 姜的那种冲的味道呢 它可以变成香的味道 是 而且本来这个菠菜的杏 是比较算是杏凉的嘛 是 那姜就是温热的 所以配在一起特别好 哎 现在已经变深绿色了啊 对 这样子的颜色 我们现在来调料汁吧 调个料汁 然后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姜蓉 但我可能 我今天擦了这么多 我可能先放一半进来 为什么要先放一半呢 另外一半摆盘比较漂亮 哦 它有一点颜色 黄色 是 然后这个是料酒 还有醋 和这个生抽 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放一些 你是把醋和这个生抽 放在一块了 然后你看你看这个盐巴的 这个用量 可能你如果不喜欢太咸的话 就不需要放太多 然后还有鸡粉可以放一些 接下来 白糖 拌菜 我觉得都是需要用一些糖 来提鲜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爱的拌菜 一定要的这个芝麻油 可以多 稍微多放一些 今天笑容用了这个醋和生抽 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就是你自个儿在家里 你可以兑一个量 对 你不用再担心说 这个我要几勺 那个我要几勺 快一点这样吃起来 旁边要是准备的是白芝麻吧 对白芝麻 跟这个剩下的这个姜蓉 我最后是摆盘的时候在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这个 充分的搅拌均匀 辣椒也是作为点缀吗 对 辣椒作为点缀 一点点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菠菜里的水分 给它挤干 挤干之后呢 放在这个碗当中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碗里呢 等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造型 对 来这边的这个调味料呢 也已经全部都融化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碗装呢 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把它给压实了之后呢 就像扣这个圆圆的那种饭一样 对 等会儿呢 直接扣在盘子当中 做个造型 再加上你的这个汁儿 再加上这个红椒的这种小圈儿 以及你刚才剩下的一半的这种姜容 对 这样的一个呢 漂亮的菜肴就出现了 又减肥 然后呢 又有营养 是 这个还要给它压实一下 要压实一下 比较漂亮 我们可以用这个勺来压 可以 好了 压一下 你看 刚才那么多的菠菜 是 现在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 压实了 压实 你可以把盘子拿过来 我们直接呢 可以扣了 好了 倒扣一下就行了 一 二 三 起 好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 然后再用这个小勺把这个 整理一下 这个边儿啊 都给它 再弄圆一点 接下来继续摆盘 用这个小勺 那我们这个 刚刚剩下的姜容 可以撒一些在上面 比较大 对 待会儿吃的时候呢 就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可以了 辣椒圈子先放 还是先淋这个料汁啊 稍微 等一下 我这个 可以多一点 因为它是 算是它和菠菜一样 算是主角了 对 算是主角了 芝麻 撒一点在旁边 撒一点 好 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对 然后呢 再摆上一个胶圈 红胶圈 嗯 有红的 有绿的 有黄的 从色彰搭配来讲呢 它就很吸引人了 口感怎么样呢 就看这个 就看这个 你调的料汁了 对 然后料汁就只要淋在旁边 就可以了 来 我们直接拿一个旁边那个小勺 淋在旁边 搅拌均匀 不是从上边淋 它是淋在周边 这样比较漂亮 就不会破坏它造型 而且你等会儿 等会儿的时候 吃的时候拌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淋完料汁 我们整道菜呢 就已经 大功告成了 制作好了 对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请电视间的朋友 一起回顾一下这个 姜汁菠菜的制作方法 姜汁菠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菠菜 生姜和芝麻 调料是料酒 陈醋 生抽 盐 鸡粉 白糖和一些麻油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锅里水烧开 菠菜切段 放入锅中 汆烫成熟 捞出过凉 取姜末 料酒 陈醋 生抽 盐 鸡粉 白糖和麻油拌匀 备好酱汁 过凉后 沥干水分的菠菜装盘 再撒上芝麻和姜末 最后倒入调好的酱汁即可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C 钙 磷 及一定量的铁 维生素E等有益成分 能供给人体多种营养物质 其所含的铁质 对缺铁性贫血 有较好的食疗作用 减肥减肥 不是要让大家不吃东西 是要让大家吃 而且要吃的营养 吃的有方法 有技巧 这样子再配合适量的运动 你才能够真正的瘦下来 否则你说 我就中午吃一个苹果 晚上吃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就能够满足你一天 人体所需要的那种营养吗 我觉得完全不是 我觉得不管是胖不胖 心态好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就是在控制这个饮食方面呢 一定要管得住自己 要有意志力 这样才会非常的好 今天这样的一个呢 减肥菜 姜汁菠菜 也是我们送给所有喜欢减肥的 就是现在天天让让人要减肥的 这些朋友的这一道美味的菜肴 大家也可以动手做做看 谢谢笑笑 我们明天再见